为何到现在先见郑小丑出现 小丑 你想你和大家表白一下 这些年来 你对肥付出的是什么 对个女儿有没有什么付出的什么 如果你说你不理个女儿的话 不要紧 我们在这 你上来 本该是庄严肃穆的场面 却又人不顾颜面 在别人葬礼上大哭大闹 他们是谁呢 这其中隐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一 洪金榜 他是出了名的功夫明星 在娱乐圈中德高望重的地位 他有一个挚友 林郑英 两人是很好的搭档 一起合作过许多作品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 林郑英因为肝癌晚期去世了 在林郑英葬礼时 成龙敌龙为他扶领 可是洪金宝却大发雷霆 还责骂林郑英的女友怨穷丹 洪金宝是他最好的朋友 他在幻碍期间向洪金宝交代了一眼 希望他不要把病情告诉任何人 他走后 葬礼可以按照道教形式举行 在葬礼举行时 洪金宝发现 林佳人为他举办的是佛教形式 他气急败坏 大发雷霆 但为了让林郑英能安心地去 他也不再说什么了 由于女友愿穷丹在拍戏 听到林郑英去世的消息 急忙赶到现场 还是晚了一步 洪金宝看见后非常生气 责怪他来得太晚 责怪他好好照顾林郑英 后来精彩得知 是因为林郑英不想拨了怨穷丹 隐瞒了病情 洪金宝非常自责内疚 向怨穷丹道歉 两个人兵士前嫌 二 林楚林 从事演艺行业 和黄家居是非常好的朋友 两人一拍即合便谈起恋爱 后来黄家居因为在录制节目时 不慎掉下高台撞击到头部 抢救无果 赫然尝试 林楚林作为他的前女友 在葬礼上大哭大闹 据说 黄家居和林楚林两人之间情投意合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黄家居家人很不喜欢他 死活不让两人在一起 但爱情面前 即便不被看好 他们也依然要在一起 最终拗不过家人的百般阻拦 他们被迫分手 各自发展事业 谁曾想 一场意外 让年仅31岁的黄家居丧生 天度英才在葬礼上 林楚林作为他的未亡人现身 最爱的人离开 林楚林一时难以接受 一直没有忘记他 本该是婚礼 却成了阴阳两个 所以他很想送他最后一程 林楚林在葬礼上 即使再哭再闹 黄家居也不可能复生 林楚林是真爱黄家居 终生未嫁 这就是所谓的 使之不移的爱情吧 香港数一数二的风云人物 却在罗文葬礼上大闹 惹怒不少人 其中就有罗文最好的朋友 邓光荣 邓光荣在港圈的威望也很高 刘暖雄为何要得罪他呢 原来是因为在葬礼上 罗文在最后弥留之际 病情加重 但他没有向别人说过 只是交代邓光荣帮忙照顾家人 罗文助理想找刘暖雄借钱 给罗文治病 刘暖雄并不知真相 在媒体面前随口就说了这件事 在那时 他向刘暖雄借一百万救济 本来几个人都是好朋友 刘暖雄的做法 引起邓光荣的不满 他认为这是刘暖雄在抹黑罗文 葬礼上 邓光让刘暖雄碰面 指着他就是一顿骂 好在刘暖雄是食物 带着女友离开了 两人都是业内大佬 最终误会解开 两人和解 四 刘小庆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他的恩师是谢静导演 在娱乐圈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刘小庆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咖 后来逐渐成为暴红女星 这一切都是源于谢静的提拔 后来面对人生低谷的时候 无人问津 只有谢静一直在背后默默帮助他 可是他为什么要在恩师的葬礼上大闹呢 才能够消失 sed cough 你认识的音乐 那边有这么厉害 不容易 对您过来 他像那样 拿着浪英一废 尤其是 准备 我们讯不识 有字 我估讯 你们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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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法原谅六小林童 不管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 但是他们带给观众的作品 是不可磨灭的经典 错综复杂的娱乐圈 每天都发生着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们要的就是不要计较太多 让适者安心